我是陈昌明,今年22岁 然后我现在是国家武术队运动员 我之所以接触武术是因为 以前小学有一个课外活动 然后武术当时候是我们学校的其中一份子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我先学的 是我的弟弟跟我的哥哥 加入武术差不多半年了过后 然后觉得好像很好玩的感觉 所以我就一起去训练 因为我的爸爸其实他是希望我们家 就是我们四个兄弟姐妹 就是每个人读不一样科系 所以其实他是比较希望我 就是可以往医科这方面 但是其实我跟他说我不喜欢 然后因为我比较喜欢运动 然后所以我选择了运动 我一开始其实练的是长拳,刀数和棍数 但是我的教练说他觉得我比较适合练男拳类 所以他就叫我直接去练这个项目 男拳,男刀跟男棍呢 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下盘都要比较稳健 然后我们的动作属于短型的 然后速度要很快 而且我们这三个套路都有以身作为 就是需要发身 我们除了套路 然后我们套路里面有很多跳跃啊这些 对于我来说 如果你一直去尝试不同的跳跃的话 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因为你不断的在挑战自己 从我九岁开始进入武术 到我现在二十二岁 我觉得最遗憾最后悔的应该就是 比赛完成过后 然后有扣分点有失误这样子 因为训练的时候我们都是完成的非常好 非常好 但是没有想到到比赛的时候会有出现这些瑕疵 我觉得每一场比赛对我来说都很印象深刻 但是如果要说最深刻的话 就是去年世锦赛在上海的时候 因为我的难道我没有想过我会拿到第一 所以那个分数出来 一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吓到 然后我一看到分数了 然后我当场是流泪 现在为止我觉得 最想要达到的目标应该是 亚运会拿到奖牌 拿到好成绩 然后对自己有交代 对国家的队也有交代 我觉得就是最好了 上了大学会一直赶 训练啊 然后赶表演啊 赶最终章 有时候就看 哎呀会觉得 哎呀我为什么要当运动员 因为一忙起来的时候 我有时候真的是 也来不及做完训练这样子 我就会觉得 哎呀早知道就不要当运动员 但是其实你回想起来 你当运动员 其实也有值得高兴的事情 所以就想想一下 嗯啊其实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有跟其他人不同的一个生活方式 因为其他人只是一直上课上课上课 我又可以上课 然后我又可以运动 而且我去比赛的时候 我又可以去到别的国家 我又可以当城市旅行 所以其实我朋友他们都很羡慕我这样子 我觉得武术带给我很好的回忆哦 比赛前我们就很辛苦的训练啊 很认真的训练啊 有汗水有泪水也有欢笑 你去到比赛 你输了也有泪水 你赢了也有泪水 然后也有奖牌 然后你也会很开心这样子 困在打сл。豀祭 咱 gall 不 是 没有 全部 都 有 感谢观看